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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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刘三姐这部电影呢可以说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 可能给我记忆最深的就是当时的那种 他们那个对歌的场面 就是在中间好像有一条河 然后两出对歌 我就觉得他们那个非常机智 对那些歌词 而且那个旋律呢非常的优美 在为印象刘三姐创作音乐时 作曲家没有居于原剧的故事情节 也不是对原唱的加工改编 而是通过对刘三姐原名歌主题的动机式提纯赛造 并进行了各种交响化的构架破绽 使之乐化为种种怀骨铠金 人与敬惠 新旧交织 情景交融的印象和随想 印象刘三姐的所有唱段 都是作为背景音乐出现的 齐琴也不参加现场的本出 我们今天唱了 累缩了 因为她那个比较古典的表现 她在节奏的掌握上 你没有办法像流行歌曲那样的 好像有节奏感的那种唱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莫幸福 不觉战风 我更珍惜 那一次 细许相逢 在《桂林山水》中演出的印象刘三姐 将保留电影刘三姐中的一些音乐和唱段 除此之外 包括情节在内几乎都已变了模样 这次齐琴演唱的两首歌 一首叫《蝶恋花》 一首叫《藤蝉树》 刘三姐的歌对于齐琴来说 也许是一种折磨 但刘三姐的爱情故事却让她向往 刘三姐写到最后 她说这两个人的约定 说好像假设我们约定活到100岁 那么但其中一个如果在97岁就死掉的话 另外一位还要在奈何桥上面等三年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爱情的表现 应该是爱情表现的最极致 连就连 我两街角的百年 那个就是七岁死 奈何桥上等三年 作曲 奈何桥上等三年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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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幻的所谓的爱情的意境 当你在现实当中看不到的时候 你可能就会寄托于虚幻 说到整个的音乐的这个处理呢 我记得反正原来的时候 好像这个伴奏部分是很简单的 那么到我们现在呢 有大的管系乐队 从这个演奏啊 乐队的规模 乃至于到录音的手段啊 各个方面应该说都比当年要强很多了 但是我想呢 一个时代应该有一个时代声音的特点 那么我们今天反过头来做这个东西呢 如果跟当年完全的一样 那就没有什么意思 应该是有一点心意才对的 通俯程 芬柏 山中之间 桿啊展树 慈上而纪 笑 姬柏 古 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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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四方重鄉親 我竟沒有好茶飯 只有善歌盡情人 盡情人 詞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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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將求 山歌能把海添底 上天能趕乎雲走淚 下地能吹無故聲 無故聲 無故聲的黑暗 给你留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